请求先生意 请求清风行 您现在收看的是 抢救生命的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悲法语 等官子他 如果我们见到了 在我们自己内里的 因缘条件的真实性 那么我们也会知道 在这世间所有其他的人 因为一切众生都是相同的 法就像这样 他们逃避同步 追求快乐 正如人们一样 无论是什么 只要他们不喜欢的便逃避 他们害怕死亡 就像人们一样 如果我们省思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 在这世间的生物 人也是 在他们的各种本能上 都是相同的 在生老病死当中 一切众生都是伙伴 动物和人类一样 人类和动物一样 如果我们真的看到 事物本然的样子 我们的心便会放弃 对他们的执着 别人的父亲 就如我们的父亲 他们的母亲 就好像我们的母亲 他们的小孩 就好像我们的小孩 我们视其他众生的苦 乐为我们的苦乐 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和未来佛 面对面吗 那并不难 明了每个人 会遭受同量的命运 那么世间就会跟骨皮一样平滑了 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修行 我们可以说 经教是起点或应由 我们不要随意去贬低理论 也不去贬损经教的某一法门 听闻法的意义 在于 一 起初 对于我们人为了解的事物 先建立一些了解 以辩情他们 其次 对于我们已了解的事物 再增长一些领悟 二 我们必须仰赖法的开示 来增进我们的理解 而听闻 则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经典是修行道上的指南 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修行 那么 阅读或研读 都是禅修的另外一个 教导也许是真实的 但单纯只听取佛法 人不足以让我们去领悟它 教导只是指出领悟的方法 若要领悟佛法 必须将那教导带进我们的内心 分别运用于身后意 当我们想到修行时 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 假使我们认为佛法已经消失了 就会改变心意去做研究 希望在研究中得到结果 但不管你下了多少功夫 去研究佛法 你将永远不会了解 因为你并没有依循真理 来了解它 休息法是极其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修行 那么我们所有的知识 都只是很肤浅的知识 只是它的外壳罢了 就好像我们有某种水果 可是却还没吃它一样 纵使有颗水果在我们手中 也没从它那儿得到利益 单纯只是经由听闻而已 对法的疑惑永远不可能被扫除 疑惑是不能单平听和想去克服的 首先我们必须将心清扫干净 从一颗平静的心 修行所得到的知识 和从研究中所得的知识 实在相差很远 从研究中所得到的知识 不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知识 但我们的心 却试图握持和保留这种知识 我们为什么要试图去保留它呢 终究会失去它的 假使听闻佛法 可以使你的命迹平静 这就够了 不需在下太多功夫 来强劲任何东西 你们有些人也许不相信 但如果你的心是安静的 而且一心聆听 同时不断地思维 那么你就会如同一台录音机 只要你打开你的录音机 一切都将呈现 经典里对整个过程的 有系统描述是很精密的 但实际的修行经验 却超越经教研究 研究无法告诉你 这就是无名升起的经验 这就是行的感觉 这就是特殊的意识 这就是身与心 各个不同元素的感觉 有些产生只依据文字 经文来寻求法 当然 是读书的时候 就应照着经文来读 但当你和烦恼作战时 将经文丢到一旁去吧 如果你依照一种模式 来和烦恼作战 你将抵挡不住敌人 经文只是提供你一个实力 但也可以使你凝视自己 因为它根据的 只是记忆和概念 佛法的价值 不能从经书中去发现 那只是表面的佛法 而不是从我们内心深处 升起的知识 如果我们有极深的了解 便能觉悟自己的心 进而见到真理 就像在我们的心里 一旦真理在心中 变得清晰可见 它就能斩断无名之流 如果你想找寻佛法 那与森林 山岳或洞穴都无关 它只能在心中找到 法有它自己的语言 这对所有的人都一样 因为那是经验的语言 概念和经验 两者之间有极大的不同 一谈到修行时 刚开始 你真正需要的是诚实和正直 你们不需要去阅读经典 让认知来自于你的内心 你就能正确地修行 只要看着这里 看着总在 贪在这儿升起 撑在这儿升起 就在这里修行 因为这里 就是你们卡住的地方 不仅如此 这里更是佛法升起的地方 修行就是直下观心 这就是智慧 一 当你以审查和了解性之后 你就会拥有智慧 去了知 禅定和书籍的有限 如果你已经修行 就会拥有关心的